聊到就是 其实像爸爸还有 第三代三姐妹在经营 也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做了很多努力 所以也开发出了很多 像是茶点的部分 刚刚提到的是牛軋糖 其实就是一开始去 做的一个转变 对 所以这个牛軋糖 它也是用铁观音去做的 它其实我们就是把好的茶叶 拿去磨成粉 然后加进去这个里面 它不是加色素香料 让它有这个颜色 有这个味道的 对 而且吃的时候 它是有层次的东西 就你一开始放进去嘴巴里面 你会觉得说 没有茶叶的味道 只有这个花生的味道 然后再来你嚼一嚼 牛奶味道跑出来了 可是怎么还是 没有茶叶的味道呢 你想想看 我们刚才泡茶的时候 有加什么 热水 对 那茶叶的味道 它要在你嘴巴里面 跟你的这个温度 跟你的口水融合之后 你走出我们家店门口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说 有茶叶的味道 好深沉的 就是它是有层次的味道 其实就这样外观上面看起来 我可以相信它是没有加色素的 因为一般外面 现在很多也流行叉 抹擦的颜色就是 对 非常地绿 很绿 那所以 其实我都觉得那个好像 有一点点不是这么的方形 它们有一些先进的东西 例如说定色剂 对 它可以维持在那个颜色 可是相对来说 它就要添加其他的东西进去 那我们就是没有添加 这些东西 对 所以它的颜色就会有一点点 墨绿色的感觉 真的 现在嘴巴里面 其实口腔冲刺的是 花生跟奶香味 所以可能我待会 就是入完营的时候 就会茶香味就会出来了 有时候我们吃完糖果以后 会觉得嘴巴里面会有一种 太甜的感觉 想要马上喝茶 可是像这个的话就比较不会 就是你在最后那个茶叶的味道 跑出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舒服 而且不粘牙 对 对 不太粘牙 我喜欢不粘牙的牛肝糖 然后另外也有一些 第二个研发者是什么 南瓜紫酥 南瓜紫酥 对 南瓜紫本身的这个味道 就已经还满明显 所以跟铁观音来结合 在口味上面 有没有做了哪些努力 就其实它 我们有时候我们吃不准 因为我们的口感比较重 对茶叶的口感要求比较重 那有一些不喝茶的人 他如果吃到我们觉得OK的时候 他会觉得太浓了 对 那像这个南瓜紫酥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想要养生 他要吃这个南瓜紫 可是如果你单吃南瓜紫 觉得没什么味道不好吃 然后这样子就是它简单 它只有用糖去把它就是 结合在一起 对 密在一起 然后这样茶叶的味道 然后就觉得又清爽 然后又有一点点味道 很好吃 然后客人常常就会讲说 就是你们这样小包装 我们是一个个小包装起来 然后觉得这样比较好保存 他说可是很麻烦 因为我一直开 一直在拆包装 对 可是这样子的尺寸 我们觉得是比较刚好的 因为其实就是茶点茶点 它就是小点 你一次全能吃一两个 就已经可以满足口腹之力 然后又不会太大的负载 好 然后另外再来第三个是什么 这个是蜜枣糕 蜜枣糕 是不是有点像南枣核桃糕 南枣核桃糕的味道 然后它里面有加杏仁跟核桃 对 然后这个就是 很多他可能觉得喜欢吃这东西 然后又怕甜的人 他就可以选这个 就因为它这样的茶叶 就可以中和掉它的那个甜度 好Q哦 对啊 然后它就是我们是在 去年冬天的时候推出的 那时候刚好过年 大家其实过年都喜欢吃一点 这种甜的东西 然后它里面也有红枣 对 所以茶点这一块都是由 谁在研发的 谁负责去想说 我要用铁冠镜去结合什么样的点心 对 其实我们就是 每一天都会 我们常常一起聊天 就是我们家三个姐妹 就是每天都在聊天 昨天晚上我们大概聊到十二点多吧 对 就是我们常常会想就是 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可以想跟怎么样做结合 然后决定了之后 我们可能就去找一些厂商后来 然后再讨论说 可不可行 那像这个最后 研发出来这个口感很特别 它是咸的口味的 它有古早味 有一点点油葱的味道 对 这是台湾人很多人共同的回忆 就是像以前的那个肉饼 就是那个西饼的肉饼 这个好吃 然后而且还有像肉燥面 就是那种回忆的感觉 对啊 然后它是就是咸的味道 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大突破 就是大家觉得点心应该是甜的 对 对 然后它甜甜咸咸的味道 而且你们在 哪一项这种茶点研发出来 都是跟你们这个自家的招牌 铁观音来做结合 对 所以其实像就是茶行这边 因为爸爸是很专业的制茶师 然后对于每一项就是出产 卖出去的产品也 想要来做一个品质保障 所以在这个认证方面 爸爸也都会亲自去 带一个自己的丝章去做认证 对啊 就是其实我们家的那个罐子上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罐子上 这个 可以看一下 这个红色的呢 都不是印刷上去的 都是一个个盖的 而且它非常坚持就是 它有三个姜的颜色 要有两个印泥 就是会有颜色深浅的变化 真的啊 对 就其实一般人看不出来 可是它坚持一定要这样做 而且其实我觉得 在你们的包装设计上面 也有一个比较不同于其他 就是店家或者是品牌的地方 就是你们并没有很 刻意地去露出你们的一个 就是品牌的商号 你们比较注重的是在 木渣这边的一个铁观音 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美的名字 叫一滴露 对 对 那其实像一滴露 它就是我们的这个专利的名字 对 那它是就是那个以前台北市长 然后来我们这一试茶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茶很棒 然后他喝到我们家的茶 他帮我们订了这个名 对 然后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茶叶商品出去 它不是因为我们家 所以他来买这个商品 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商品真的很好 他来找说到底是哪一家出产的 对 这样子的感觉他们会更能够 能够去 对这个 产品的信心 对 认同 然后另外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 你们也有出茶包 对 就是在一个就是新时代转变下 你也有一些配合 比如说上班族 对 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方便 就是这么多的茶具 有一个便利的茶包 但是品价的茶包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就是它没有像一般的是用纸的 茶包很容易破的那种 对这有没有就是在特殊材质上面 去做一个努力 对 其实这个茶包它的材质有非常多种 例如说像这个吊牌吊的地方 有些人他是用这个钉子做的 就是钉子去 对 把它钉在一起 然后或是这个袋子 还有布织布或是珍珠袋之类 很多种材质 对 那其实这就跟成本有关系 对啊 那就是我们后来就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像这个茶叶它不是茶末 它是比较细碎的茶叶 茶叶 对 可是在包装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经过两道筛选的手续 就是把太大颗的茶叶 也要把它拿起来 因为太大了它机器包不进去 太碎的茶叶如果你在泡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些茶 扎 扎出来 不行 那我们就要把那个也删掉 所以它其实制作的过程是非常反 就是反复的 对 然后烘焙的过程 也是跟一般高级茶是一样的 所以在茶包上面也有做努力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聊下来 大家一定会很想说 我好想要喝喝看他们家的茶 对不对 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一样 在节目当中喝到 但是在猫空这边 你们也有经营了一家茶馆 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花季的时候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喝喝茶 赏赏这个花 然后去体验一下山上的好空气 其实也透过三姐妹的一起的努力 让传统的行业能够助力新生命 对不对 未来有没有希望说能够在朝哪个方面去 去开创一个新局面 对 那像我们家现在有两个店面 可是有个店面 以前是做茶馆馆 现在就是来做仓库 因为我们扩大营业的仓库